会不会就比较不会 比较不油是不是 会 照逻辑啦 就是如果说我用 本来是炸鸡 我改成用气炸锅来炸 因为其实他们没有再特意用油 而是这个本身的这个用油 食材的油嘛 对 就食材的油 那照理说其实 你的油量又少 一定也会降低你的胆固醇 这也是合理的啦 对 所以原则上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很爱吃的人 那我觉得那你就买一台 其实也符合你们的状况 那孩子也可以这样子搭配 没有不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烤箱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啊 把油逼出来 对啊 相对性就是 那个油量就会少比较多这样子 但如果有的人 真的是借不掉这些 素食类的东西 我了解 可以搭配什么 吃起来比较健康 好 我知道 就是最新有一篇文章 它在讲就是给老鼠试验 然后这一群高胆固醇的 饮食的老鼠 因为高胆固醇饮食 所以它写一栋胆固醇也高 脑中的胆固醇也高 然后但是他们就是 在每一天里头 就给予它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 有点紫红色的那个 大大的那些例子 对 然后就是 因为他们推测 就理则多分以后 就是可以降低 他们血液中的 这个胆固醇的部分 包含脑中的胆固醇 对 所以我只能就是 跟大家分享就是 你如果真的很爱吃 这些炸的 滋油肌的东西 那至少你就是一些 蔬菜水果 就是可以去弥补它 那至少你就可以平衡它 那如果说你真的买不到 好了 那就是一杯果汁也好 因为夜市里头 总是有卖果汁嘛 对不对 好 你就搭配一杯果汁 比如说像现在 但是果汁请他不要加那么甜 对对 而且请他不要用生水 用糖 不是吗 真的 不是这样 对 好 或者应该这样说 便利商店现在有一些 现成的一些水果 对 就是我们把健康跟不健康 至少都放在一起这样子 凝固一下它这样子 听得很厉害 了解 来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NG饮食 第二个是什么 来 我们来看 就是很晚下班了 小吃啊 卤味啊 当成晚餐再加宵夜 一次给它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心灵的味气 对啊 辛苦的一整天 对啊 要不要味道自己 这怎么行呢 而且我们一定都会选健康的宵夜 比如说 比如说我觉得卤味就蛮健康啊 就是说你如果选一些青菜 对 然后单纯的肉片 其实蛮健康 而且卤味还有分湿卤跟干卤嘛 对 对不对 卤味算健康 咸水鸡啊 咸水鸡 然后关东煮啊 关东煮啊 然后甜不辣如果不要加那么多酱 也蛮健康啊 也蛮健康 对 也不油腻 刚刚佳闻说的卤味 其实我真的 我也很爱卤味 而且我觉得这个卤汁加进去 好好吃 有的还会加一点酸菜 对 好好吃 而且我跟你讲 大把酸菜跟葱 我最喜欢的就是百叶豆腐 像豆皮啊 或是角类 其实我知道那些东西不好 可是我就觉得一定要有那个才行 而且还要加一包王子面 然后脆胚吧 对 好好吃 知道吗 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啊 对 你没有看到营养师的表情 真的吗 没有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就忘了 对 这个不是要表达自己平常的事情吗 那我们就讲真的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只觉得 真的你知道当下你就不会去想那么多什么 健不健康 饮不饮不饮 我只觉得美味当道的时候一定要吃 我觉得卤味是真的万万 也不是说逼不得已 就是下班会觉得真的太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个时候去大吃一顿试试 还是有点点过意不去 所以通常回家经过通话节 我跟各位介绍豆香前面那一届 而且不然太晚去一下就空灯了 那家超好吃 那家超好吃 而且生意超好的 但是如果下班比较早一点点 约莫大概八九点下班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晚餐 至少我们可以稍微味道自己丰盛一点点 就家上口就有那个热炒摊 你知道吗 是 热炒摊 热炒摊一进去 然后你就开始点一些 因为晚上不适合吃太多淀粉 对 我们就比如说点个公保鸡丁 五根肠旺 对 五根肠旺 这些不用配饭吗 这些不用 这些可以配什么 可以配啤酒 啤酒 夏天来一杯 真的是清凉 那个咕 挂下去就下班了 思梅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里面 喝啤酒最豪迈的一个人 真的 当水喝 她当水喝 夏天 那不算是啤酒 那是饮料 饮料 对 等一下来说 就是告诉自己说下班了 放松一下 啤酒度就是这样来的啊 对啊 她说得很辛苦 来 我们这个 刚刚所说的这些饮食 项目的内容 来 我们看一下 你会怎么笨的 要清楚原因 记忆力下的 失败了 失败了 是吗 我们本来就不好 我承认 有吗 因为昨天 我经纪人在发我通稿 她说今天 就是几点到哪里 对 然后她写在一句话里面 对 然后我就记得她写了几点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说 可是你没有跟我说在哪里 我忘了在哪里录影 然后她就说 请你看清楚好吗 就在时间后面就有写 就有写 就有写 完全就忘了 对 鲁味这个东西 比起油炸来 好像比较健康 对 对 但事实上 它还是有很多问题 会伤我们脑筋的 大家看那些 我们现在广告说 要怎么促进脑力的 其实有很多都是在加速它的循环 这些乳汁 事实上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 磷酸炎的东西 大家讲到循环 有讲到 就油脂会造成我们循环不好 事实上还有一个叫做 血管会钙化 钙化大家讲说 是不是钙造成的 其实不是 包括磷酸炎 会造成血管钙化 所以尤其是我们讲说 这跟我们肾脏科息息相关 我们很多肾功能不好的 你知道我们磷很多是由肾脏去代谢的 那肾功能不好 它就没办法代谢 它会造成那个 高血磷 那高血磷会有很多很多的状况 包括记忆力不好 包括皮肤会骚痒 包括腹脚腺会抗净 所以它这乳汁是一个高血磷的东西 磷酸炎很高 它会把所有食物的磷酸炎都溶解在那个乳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重复在想说 老乳汁 老乳汁重复加热 重复加热 越乳越纯 那会跑出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讲说它里面的一些胆固醇 我们讲说影响血管怕那个胆固醇 可是胆固醇重复加热 重复加热会产生一个叫 氧化胆固醇 氧化胆固醇这一类的东西 它事实上它比我们的原始那些坏的胆固醇 更容易造成我们讲周壮动脉硬化 那样造成我们血液循环不好 另外一个第三个让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那个叫 大家知道所有的重金属是非 我们讲说我们今天各种食材 比如说一些青菜类的 它卤一下 那它会种的那个原始产地 如果有重金它吸到里面 吸到里面它卤制卤 就把它卤到那一锅里面去了 那一卤再卤 或是我们讲说 卤有一些骨头 大骨头 它会让它食物比较 加了一些大骨汤 这样去卤去卤 这个也都会跑出很多 寒纤的重金属 所以寒纤的重金属 影响会造成我们 早发性的老名吃蛋 我们常常说火锅汤汁 卤太火锅我们都不大敢吃了 为什么 因为卤汁比火锅更恐怖了 因为它所有的 我们讲食品添加 最近大家一直在讲食品添加 好 卤汁加热之后 可以把细菌给杀掉 所以它不会有腐败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假设那个农药没有干净 是不是卤在那一锅 可是我要防腐剂 防腐剂是不是卤在那一锅 所以他们很多人是说 其实卤汁很容易变成是一个 所有食品添加物 农药防腐剂的一个大卤汤 这个东西我当然不是在恐吓大家 我只能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讲所有的食物 没有恐吓是真的 还是要吃比较健康原始的一些食材 刚才大家在谈卤味 那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基本上胆固醇还是要控制的 虽然它胆固醇食物没这么的不好 但是有时候还是量的问题 比如说像我们看一下小鸟蛋 鸟鸟蛋 还好那个我不害 然后再来比如说鸡干鸡蒸 鸡鸡鸡好 那比如说你看我们桌面上 这样子量应该不多吧 不多啊 不多啊 其实这样就超过一天 这样还没吃饱啊 对啊 这样就超过一天的 胆固醇的摄取量 好 这样有400毫克胆固醇 但是我明天希望只有300毫克的胆固醇 对 所以重点不是单一 这个食物好或不好 而是你今天总量比较多 就是维持在300里内就还OK 对 但很容易超过啊 因为你这样子其实 你们都觉得吃不饱 但是我最爱吃内脏类 是不是内脏类胆 难怪你胆固醇高 然后再来就是 所以还有提醒一下 四神 而不是下水痰也很容易 常常会遇到 我们会看到那个胆固醇 也很高 再来你知道最新的一篇论文 就是今年7月好像 我印象中是7月 他们在讲就是 我印象中是7月1日子的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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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中是7月1日子的一篇论文